大家好 我是阿伟 咱们今天来到郑州车展 给大家拍摄一下 今天这个太阳 今天室外的温度 最高温度达到了43度 这是这个月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 不过也抵挡不住 我给大家拍房车的心情 这台房车是目前咱们在展会上的一台短柱高顶 配置也很高 而且布局也包括里面那个设计空间 比之前的短柱高顶空间要略显得大一点 短柱高领特是V90的 柴油自动挡的车型 咱们打开后门看一下这个空间 后空床的设计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后门上面是有一个爬梯 它是一个铝合金的爬梯 这个爬梯也是非常的方便 床下空间也非常大 曾经咱们也做过实验 能放下六七个密码箱是没问题的 床的尺寸能达到一个一米八六的长度 然后一米三五的宽度 正好是俩人也没问题 来咱们关上门 准备进入船内 看一下车子的布局 这个车展真的是太热太热 中门口也是选择了 两座的卡座 包括下部 座箱上面有一个外厨房的抽拉灶 打开之后 咱们可以简单的在车外做点饭 小桌板上面还有一个电磁炉 平常咱们可以来烧个水喝个茶 副驾是支持三百六度旋转 然后这边是V90的中控 简单看一下 这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导航的大屏 这款车咱们四个也是可以开驾驶的 因为咱们它是一个自动挡车型 目前咱们选装座椅旋转 它是可以移动座椅的 不像之前那个座椅旋转 它只能固定的座椅来旋转 但是现在这个座椅旋转 它是可以前后左右移动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采用的是这个伸缩式的卫生间 旁边还有一个橱柜 下面是冰箱 冰箱不大 因为咱们上面安装的水盆 下面这个冰箱 只能选择一个七升的冰箱 假如想选择大冰箱的话 咱们可以取消这个水盆 因为咱们卫生间里面也有一个水盆 打开这个水泡 你看这个流水的速度 挺好 和咱们家里面使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整车还是不错 上面还有微波炉 这边是吊柜 还有电视 娱乐节目不能爽 房车生活枯燥的时候 可以打开电视看一下 还有音箱 声音也挺好听的 这边是整车的控制面板 扣扣器 以及逆面器的开关 还有一个长条的吊柜 后方给大家配的 还有四度监控的一个显示屏 咱们先演示一下这个卫生间 怎么来使用 伸托式的卫生间 两边有两个卡扣 打开之后 轻轻的推一下 就可以把它给扩展开 然后里面空间也挺大 到时候给你配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还有一个小门 可以把它给关起来 在里面洗澡呀 上厕所还是挺方便的 里面有一个陶瓷盆 这个是花洒 是洗澡用的花洒 有热水 因为咱们常得配的有一个热水器 还有镜子 包括换气扇 然后不用说把它给收起来 这样的话显得空间会大一点 中间也会行一个过道 咱们说这个过道是可以直接来上床休息的 而且这个过道里面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可以在车里拿取咱们床下的一些东西 这个大床我真的是很喜欢 然后这个四楼监控车外四个摄像头 还有空调呀 这边也是有吊柜 储物空间不能少 很大 另外咱们这个床的旁边 这个两个座椅显得空间也很大 而且座椅可拼床的 然后这个床的旁边是一个透光的 有防纹的效果 包括还有隐私的效果 我让身要是把它打开 也是很方便很方便 包括这个V90这款短烛高顶啊 它是一个前驱的车型 所以说咱们显得车的内高是非常非常高的 从这个地板啊 一直到这个顶端啊 咱们这个车内的内高能达到将近一里八六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咱们身材高大朋友们在车内也不会说感觉到特别的拥挤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啊 这个短烛的空间设计的 包括咱们之前不管宣传啊 短烛这个布局啊 之前这个布局或者升级后的布局啊 都是啊 这种啊 比较适合咱们两口人出行啊 使用的一台方式 而且也比较适合咱们喜欢钓鱼的朋友 更多的详细配置 那么咱们可以私信 今天的视频啊 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